中国江西省从本月的15号开始迎来暴雨天气 星期六多个地区如吉安 静安 宜春市等地 甚至遭遇罕见的龙卷风袭击 静安县多个乡镇遭殃 超过250栋房子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2100人受灾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 龙卷风的最大风力每秒达到14.4米 村民们一大早就被龙卷风给惊醒 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 多栋房子被狂风吹垮 树木连根拔起 宜春市的35公顷农田也难逃狂风肆虐 村民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农田被摧毁 损失惨重 遭受龙卷风袭击的也包括当地的一所学校 不少教室的玻璃破碎 另外在太和县 多个电线杆倒塌 两万七千人陷入断电的窘境 企业厂房也被狂风摧毁 所幸的是暂时没有任何伤亡报告